鬼灭之刃的结局爆出之后 虽然看起来是大还原 主角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但仍然让粉丝们痛心疾首 因为鬼杀对方在取得胜利的路上 损失真的是太过于惨重 尤其是鬼杀对得住接连战死 连我最爱的蝴蝶仁姐姐也走了 于是粉丝说干脆叫助灭之刃好了 总的来说吃不饭真的是非常精彩 无论是剧情还是战斗场面 都非常的精彩 动漫也制作得非常精良 温暖里的每个人物 都刻画得非常立体 也是难得的佳作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鬼灭之刃中最特别的鬼 朱士小姐 她为什么被鬼舞十五惨可外的优待 不仅给她过地狱上弦的地位 还将她作为静止待在身边 朱士小姐变成鬼的戏机 是因为疾病 她患了绝症 寻求了很多方法都不能医治 但她真的很想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而此时鬼舞十五惨就出现了 告诉她变成鬼就可以一致绝症 才能永远地活下去 朱士接受了五惨的血 变成了鬼 但她不知道鬼要吃人 她变鬼暴走后 伤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所以朱士对五惨的分意是非常深的 可五惨为什么还敢如此重用她 首先是朱士小姐本身的才能 朱士小姐精通医学 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 在鬼灭之刃的设定中 鬼舞十五惨之所以能变成鬼 是因为一种药 她生命后福利药 得到永生变成了鬼 因此医术对于五惨来说 是尽不强化自己并不可少的 其次是鬼舞十五惨的自负 五惨是非常自负的一个人 她说自己是无限接近完美的存在 可见自负程度不是一般 但她却有弱点 这个弱点令她不能容忍 就是不能晒太阳 对于五惨来说 她需要注视用医术来帮助她不去怕阳光 当鬼舞十五惨得知 一豆子不怕阳光之后 是非常震惊的 并决心要弄清楚真相 从而让自己克服惧怕阳光的热点 最后为了让诸事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并为自己研制可以克服阳光的药 鬼舞十五惨将诸事作为静视待在身旁 所以诸事在鬼头的地位并不比上嫌低 反而能与鬼舞十五惨站在一起 诸事在背叛鬼舞十五惨后 五惨也没有对诸事感激杀绝 如果鬼舞十五惨真的想杀诸事 派上前去或者自己亲自去 肯定能轻松破解御史郎的鞋腿术 并杀死诸事 但谢老板并没有这么做 当时诸事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身体 拆脱了五惨的控住 其实五惨还是很需要诸事小姐的一些医疗情报的 因此对看也没被改进刷血 诸事确实很受谢老板优待 果然有知识就是不一样 你们觉得呢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